我其實平常不太看恐怖 嫉妒 懼怕看恐怖片 你要睡覺 伯母的臉就出現 之後蔡薰宴 高一軒拍到看著鬼 害怕恐怖片竟在別人婚禮邊吃邊播 如果一直想著怪物的話 怪物就會住到你的腦袋裡面去了 恐怖片之後刷出1.7億票房 獲得金馬五九共13項提名 其中蔡薰宴 高一軒雙雙入味 最佳女主及最佳男配 其實我現在已經很滿足 他們都已經是影后等級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榮幸 我可以跟艾姐一起入圍 我真的覺得是三生有幸的事情 我也是被看到 除了壞人以外 不同的狀態的演出 在我們上映之前 甚至在Netflix上映之前 都沒有想到 這一切會走到現在這個位置 前幾年我們比較 比較沒有被看見的時候 我們可能常常深夜會問自己說 是我不夠好嗎 或者是我已經很努力了 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機會被看見 心態上最大的轉變其實是 更知道說什麼東西 不需要放在心裡 那些沒有辦法我們自己做決定 或是自己控制的那些外在的事情 那你就放寬心的做 你就是享受當下 上國際平台 被世界各國的觀眾朋友肯定 這真的非常非常開心的 然後其實蠻受寵若驚的 原本想說是亞洲地區受歡迎 感覺蠻正常 但沒想到就是連一些 中台美洲 歐洲的朋友 吉利歐洲 對 他們也非常非常喜歡 我Instagram上面發一些 奇怪好笑的動態的時候 下面還是會有人說 我看到你就想到 你比較壯頭的樣子 家裡面的老公 小孩有沒有有什麼樣子的 反應跟想法 我女兒就說 哇很棒耶 等一下他看了這 他現在有機會看的這片子嗎 沒有他不敢看 因為他才九歲嘛 九歲不敢看 然後給他想不到多少 就已經演了 他只演了他演的部分 他也沒看 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他就很想知道 我現在到底在演什麼角色 他就要求我說 那你不然講個故事大綱給我聽 他當天晚上就做噩夢了 然後隔天起來 他心情就非常低潮 真的非常 他非常非常的難過 他就哭出來 然後就說我夢到你死掉 看完手印之後 我覺得很好看 要睡覺 伯母的臉就出現 然後那個 最後的片尾的那個音樂 跟那個氛圍 就出來 我就睡不著 我其實平常不太看恐怖片 嫉妒 懼怕 看恐怖片 就從手印到現在 我在電影院只看一次 所以上個平台 你還是沒有在 沒有 上平台 其實我們都有打開 你知道 而且那一天是 小莫婚禮的時候 打開 然後我們打開以後就 搬過來 然後就開始吃東西 想說少一點流量 然後我就去吃東西 咻 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